2010年9月27日 辽宁省府顺市某中学二年级的学生 14岁的张新兰 他放学回家之后的 就去自己的房间去写作业去了 可是写了没一会儿 他忽然感到胃里一阵翻涌 急忙的就跑出门 趴到厕所里是一阵大吐 可是干呕了半天 也没有吐出什么来 这时正在做饭的母亲 岳小娟看到他 就关切的问他 小兰 我怎么看到你这两天总是想吐啊 你是不是吃错什么东西了呀 还是有什么地方难受啊 你看你这脸色也不对劲 到底怎么了 干嘛说 可是女儿张新兰 此时感觉自己是有气无力 头也有些晕 他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是怎么了 我也不知道 我这几天总是感觉到很恶心 身上没有劲 闻到那股油烟味 我就感到恶心 母亲听了女儿的描述似乎有些不对劲 不由的心里边也有些慌 他放下手上的催距 要拉住女儿的手问他 你这个情况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嗯 前两天 我也不记得了 不行的 那我带你去医院里去检查一下 这要是生了病 可得早点看呢 岳小轩拉着女儿就往外走 母女二人很快的就来到了附近的人民医院 大夫给张新兰做了一番检查之后 也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针对张新兰总是想吐的状况 医生认为很有可能是胃上出现了问题 于是就给他开了几副治疗胃病的药 可是啊 这张新兰吃了几副药之后 状况并没有好转 并且还加重了 甚至有一次险些在班上晕倒 班主任急忙的给张新兰的母亲打了电话 让他接女儿去医院看病 岳小轩再次带着女儿去了人民医院 这一次 他给女儿在医院里做了一个全面的检查 就当做完B超检查 结果出来的时候 医生大吃一惊 他急忙将岳小轩拉到一旁 低声问 你女儿怀孕了 现在已经将近七周了 你看 这怎么可能啊 我女儿一直是个乖乖女的 医生的话还没说完呢 岳小轩就难以置信的嚷嚷起来 医生 你真的没有看错吗 会不会是误诊呢 医生苦着脸摇了摇头 哎呀 不是的 我刚才看得很清楚 你看这里 再晚几天的话 这肚子里的孩子就成型了 你们这些家长啊 只一味的关心孩子的成绩 也不知道去关心孩子的心理 现在的孩子早熟得很 那你还是回去跟你女儿好好谈谈吧 也说不定是发生了一些什么你们都不知道的事呢 啊 岳小轩傻蛋了原地 回想着女儿这一时间的症状 确实和怀孕早期很相似 又想到医生刚才的话不由得怒从中来 女儿一定是被什么人给强暴了 这是哪个畜生干出来的丧尽天良的事啊 他一边想着 一边落下泪来 自己的女儿才十四岁啊 还是一个刚刚初二的学生呢 那些禽兽 他怎么就下得了手啊 岳小轩一边抹着眼泪 一边找到了女儿 女儿张心来 有些惊讶的望着母亲 妈 你怎么了呀 你怎么哭了呀 妈 我是不是得了绝症啊 不是不是 你跟妈妈先回家 有些事啊 妈要问你 这医院里边人多嘴杂 岳小轩不想在众人面前让女儿难看 两个人走出医院之后 张心蓝追上母亲 妈 你跟我说 医生到底说什么了呀 我得了什么病啊 来来 你实话告诉妈妈 你有没有交男朋友啊 有没有跟他们近距离的接触过 岳小轩红着眼睛 盯着女儿 女儿张心蓝瞪着大眼睛 她不知道母亲这葫芦里 到底卖着什么药啊 妈 您这是什么意思呀 你是怀疑我早恋 其实我根本就没有心思 谈什么男朋友的 现在学习这么忙 我还想考一个重点高中呢 谁不知道早恋的话会影响学习呀 再说了 我以前不是跟您说过吗 我找男朋友的话 也得等上了大学再说 嗯 你怎么突然这样问呢 哦 听了女儿的话 岳小轩就越发觉得是有人强暴了女儿 她哽咽着说 妈妈不是不相信你啊 妈妈就想问问你 一个月之前的你有没有让其他男人接触过你的身体啊 哎 女儿张新兰依然是糊里糊涂的 没有啊 妈妈 还有啊 我都不知道您说的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我之前跟几个关系挺好的男同学在一起讨论化学的问题 大家接触的过程中难免会碰到手脚呀 那这样算不算近距离接触啊 岳小轩她深深的叹了口气 没有再说什么 这一刻她就在想啊 如何诱导女儿说出那个混账东西对她做的混账事 母女二人很快的回到家里 晚上的时候岳小轩把女儿怀孕的事告诉了丈夫张立明 丈夫听了这话顿时火冒三丈 你说什么 这这他妈的要是让我知道他是谁 我宰了他 敢欺负我女儿 我的妈 老张 你先不要生气 你得想办法让女儿把那件事给收出来呀 咱们才好进行下一步 不管那个人是谁 咱们都把他送到监狱里去 张立明眉头紧锁 内心一阵悲凉 吃过晚饭之后 他又和女儿进行了一场深入的交流 但问女儿有没有人欺负他时 女儿回答的很干脆 说没有 这夫妻二人从女儿嘴里都问不出什么情况 也很不甘心 岳小轩就思来想去啊 决定从女儿周边的朋友去了解 他打听了女儿好几个同学 但是都没有问出什么来 夫妻脸就感觉啊 很有可能 这女儿是给那个人给恐吓了 于是一弄之下 带着女儿去附近的派出所就报了案 直到这个时候 女儿张新兰这才知道他自己怀孕的事 他难以置信呢 不断的询问母亲医院的结果是否属实啊 因为他根本就没有和哪个男人近距离接触过的 而且也不存在父母怀疑的那个强奸他的恶人 警方不知道 警方非常重视这起奸淫女学生并且导致其怀孕的案件 也曾三番五次的传讯当事人张新兰 而小女孩张新兰问了表清白 也是哭着撞墙 说自己根本就连男人的身体构造是什么样的 他都不清楚 那负责此案的专案组就认为 这个女孩啊 很可能当时是被人下了迷药 也就是说啊 在案发时 他根本就不清楚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所以才导致一问三不知 于是 这儿组的民警们一方面的建议 岳小娟去带着女儿做流产 并且对死胎进行法医鉴定 另一方面得找到张新兰的日记进行查证 在对张新兰日记进行查证的过程中 他们看出了 2010年8月至2010年10月期间 曾经有三位男性与他有过接触 这第一位男性就是女孩的表姐夫陈亚东 第二位是女孩的体育老师钱华 第三位是女孩的同班同学刘宇童 这三位男士都有作案时间和条件 于是专案组就一次的传唤了三个人 但是三个人都是失口否认的 而且每个人都指天发誓 说自己是清白的 没有做过念 如果说谎则天打雷劈 不过在警方面前发誓是不管用的 警方讲究的是证据 此时已经陷入困境的警方决定 对三个人做血样分析 与死胎保存的血样进行DNA鉴定 一旦查出这胎儿的生理学附近 便以此为证 追究起刑事责任 2011年3月19日 在公安局法医现场的监护之下 女孩张新兰做了人工银产手术 侦查技术人员 则小心翼翼的提取了胎儿的胎毛和组织切片 并且进行了鲜活保存 同时的又分别提取了三个行人 陈亚东 钱华和刘于彤的血样 并由专人送往沈阳省公安厅检测机关进行检测 此时的所有人都在焦急的等待着检测结果 陈亚东的妻子李肖 他则信心百倍的认为 这件事情跟自己的丈夫绝对是没有半毛钱的关系的 他非常清楚自己丈夫是个什么样的人 但是陈亚东就是2010年8月至2010年10月期间 跟女孩张新兰有过接触的男性之一 虽然他是女孩的表姐夫 但是只要有怀疑 警方就得调查 陈亚东出生在吉林东部山区的一个偏僻小山村里 从小学习就很刻苦努力 中学毕业之后的他也是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东北师范大学 在大学期间他也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 大学毕业之后他又被分配到了辅顺式的一所中学 担任语文教育员 因为工作积极向上加上为人诚实正直 这两年之后他又被提拔了 提拔成为某中心小学的副校长 此时又经没人介绍和信用社工作的李肖认识 并且谈起了恋爱 李肖认为陈亚东是一个负责任的人 而且为人也是诚恳正直 两人也是谈了两年的恋爱之后的 就于2010年举行了婚礼 这个阶段来说吧 陈亚东和他的妻子仍然还处于新婚阶段呢 他是不太可能做出出格的事的 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 女孩招新来是李肖的表妹 他们表妹之间的关系非常好的 可以说是胜似亲姐妹 陈亚东作为他的表姐夫 他更不可能做出这种伤天害理的事了 要说两个人有过接触 那可太正常不过了 因为张新兰这个小姑娘 从小就喜欢体育 获得全是小学生乒乓球对抗赛的单打亚军的 而近段时间又获得了作文大赛第一名 全家人都非常喜欢这个小姑娘 因此作为表亲的两家人 走动频繁那也是正常的 而且陈亚东经常给张新兰补习功课 有接触也是在所难免的 就在李肖心事淡淡的认为 自己的丈夫绝对不是那个凶徒时 一个青天霹雳 向他劈头盖脸的就砸了过来 沈国安厅检测中心的文书表明了 DNA鉴定结果排除了另外两个人 与胎儿的血缘关系 唯独李肖的丈夫陈亚东 是女孩张新兰所怀男婴生父的频率高达 99.99% 啊 简而言之 他就是那个死去婴儿的生物学上的生父 啊 不 李肖他坚决不相信这一结果 这不可能的 我丈夫不是那样的人 他不是强奸犯 面对如山的铁证 就连当事人陈亚东也感到不可思议 不 这怎么可能啊 不 我真的没有冒犯过小兰呢 但是呢 旺花区人民检察院随即的就凭借此证对陈亚东提起了公诉 在法庭上陈亚东情绪十分激动 他高声反驳 我没有强奸过张新兰 我不知道你们这个检察结果 他究竟是怎么得出来的 我 我拒绝承认强奸罪 我 我没有做过的事情 绝对不会承认的 可是 尽管陈亚东一直为自己喊员叫屈 但是法院最终还是对他做出了判决 由于本案发生时受害人张新兰不满十字周岁 陈亚东犯奸淫未成年少女罪 依法被判处有期徒刑 七年 陈亚东被押走的时候 他依然不肯承认自己犯强奸的事 而他的妻子李肖的声嘶力竭的哭喊着要冲上前去 可是被人家死死的给拉住了 之后 受害者女孩张新兰以及他的全家 也同样的都遭到了周围邻居们的嘲笑 女孩的父亲张立明不堪嘲笑 替得那是浑身发抖 回家之后便闭门不出 陈亚东不服判决 随即提起上诉 他给妻子写了信 除了表明自己是清白之外 还详细的回忆了表妹出事的那些日子 自己的所作所为 李肖接到信之后 也帮忙回忆起了那段时间 从2010年6月到2010年8月期间的 他丈夫陈亚东一直是参加校外的校长培训班 期间他的表妹也在他们家住过 而警方则查到了8月23日那天晚上 陈亚东是回家待过一个晚上的 而那个晚上李肖的表妹张新兰也在他们家 因此警方就怀疑就是那天晚上出的事 但是李肖却说了 8月23日晚上我丈夫确实是回了家的 那个晚上我记得很清楚 她是坐最后一班夜车回来的 回到家的时候已经是十点多钟了 我跟她结婚没多长时间 她说出差的这段日子太想念我了 就找了一个不忙的时间回来看看我 那天晚上本来我和小兰都睡下了 但是她回来之后的我们就立刻起了床 我给她做了宵夜 小兰则到小卧室里边睡觉去了 当时我和我丈夫吃完饭的都是11点多了 小别胜新婚吗 我收拾完了我俩就去睡觉了 那个晚上我们俩都在一起 我几乎没怎么睡着 而她呢根本也就没有出过室 凌晨4点多钟 我丈夫就急着起床 说是的 要赶最早的一班车回到沈阳的培训中心去 啊 如果李肖说的是事实的话 那么陈亚东确实没有时间跑到隔壁去找他表妹 除非是某个时间段李肖睡着了 陈亚东悄悄起床到隔壁了 但是 如果他真的去了隔壁 那么张新来是不可能不出声的 他叫喊的话李肖一定能够听得见 还有一点 大多数的女人对丈夫的出轨行为是不能容忍的 陈亚东如果真的是出轨强奸的话 李肖也绝对不会维护他 除非这脑子有炮 同时呢 这一场奇奇怪怪的强奸案也是彻底的摧毁了女孩张新兰的生活 他不愿意再回到学校去了 害怕看到同学们的异样的眼光和关心 他在家里憋了好几天 要求父母为他转学 他的父母呢 也不愿意再面对邻居们的一样的眼光 于是两人商量之下 带着女儿转到了其他城市生活了 再说这边的 尽管李肖不相信丈夫如此龌龊吧 可是鉴定结果是不能够做假的 他始终想不明白呀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啊 他在家里煎熬了一段时间之后的 又听到了诸多的流言蜚语 有人甚至对他进行了指指点点 人言可畏啊 人们对自己不了解的东西 他总喜欢胡乱的猜测 并且插上想象的翅膀 给他们猜测又添油加粗 到头来 这些流言蜚语就成了一把又一把的案件 俗话说嘛 鸣枪一朵案件难防 很多人都不是伤在了鸣枪之下 而是中了案件 李肖也不例外 在漫长的等待之中 他渐渐的患上了精神分裂症 最终的与陈亚东离了婚 而此时此刻被关押入狱的陈亚东 他也是不肯认罪 他也是将一份份的申诉材料投递出去 虽然每一份都湿沉大海吧 但是他绝不放弃 这时的 同一个牢房的罪犯听说他是强奸犯 并且还强奸了自己的表妹 对他更是不屑一顾 经常的欺负他 平时更是对他冷嘲热讽 这些 陈亚东都不放在心上 而让他最难过的就是 一年之后他的岳父李亮 拿来了一份离婚协议书 让他签字 并且告诉他 李肖目前已经不准备再等他了 想想自己还有六年的牢狱生涯 陈亚东含着泪 在离婚协议上签了字 那一刻的陈亚东 他感到非常的绝望 最终的 他不准备再上诉了 因为支撑他的上诉的信念 已经崩塌了 2013年冬天的 他家乡的人突然来探监 带给了他一个更加悲伤的消息 同村的老乡说了 你母亲呢 前段时间去世了 他老人家在临终之前 只留下了三句遗言 他说呀 我坚信我儿子没有犯法 让他一定好好地活下去 不要胡思乱想 想尽一切办法 为自己洗清冤屈 老乡的话还没说完 陈亚东已经是泪流满面了 母亲的一言深深的震撼了他 他知道自己不能就这样沉沦下去 他要向命运抗争 因为他清楚地记得自己 根本就没有做过缺德事 听了老家老乡带来的消息之后 陈亚东的心也坚定起来 于是陈亚东就找来了 一大堆的法律书籍 认真地去揣摩 现在他也明白了 盲目地申诉证明 那是无用之举的 他算是看出来了 先要彻底推翻这个案件 只有靠法律来自救 就这样 陈亚东在学习了一段时间之后 他再次向法院提起申诉了 他认为 案件有三个疑点 没有搞清楚 第一 亲子鉴定 只是证明了张新兰所怀的胎儿 生物学上的父亲是他 但是却不能够证明他强奸了张新兰 第二 如果说他是强奸犯 那么呢 这起案子的具体发生时间 地点 还有所犯罪行的方式 那也是得有证据的 但是 卷宗里边却没有记录 第三 亲子鉴定 这是本案唯一的证据 以此来定罪的话 那就是有备于科学原则的 可是啊 尽管陈亚东 他是有理有据 可是法边依然拨回了他的申诉 一直到了2017年 由于陈亚东在监狱里面表现的良好 提前的被释放出狱了 这时 重获自由的陈亚东 他却更加的坚定 要为自己洗清冤屈 为自己翻案 而奔波起来 可是的 要想翻案 唯一能够帮助自己的人 可能只有当年的受害者 张新兰了 陈亚东又经过走访调查 就知道 张新兰一家 已经是搬到了沈阳 而张新兰目前呢 也已经是沈阳某科技大学的 二年级的学生了 于是 他便赶到了沈阳某科技大学 找到了张新兰 时隔六年了 张新兰已经出落成一个美丽的大姑娘了 但是 当他看到出现在自己面前的仇人时 顿时的如同雷鸡一般的 惊叫一声 掉头就跑 当然这个仇人是在引号的 无奈之下 陈亚东只好离开了沈阳 他决定去北京信房 可是的 跑了那么多的地方 人家都要求他拿出新的证据 来证明他是清白的 可是 能用什么证据来证明啊 他自己也不知道 不过幸好他 后来竟然点破 他去了中科医院生物研究所 一位姓林的女博士接待了他 林博士听了他的讲述之后 就说了 说这女性生殖受孕的唯一途径 只有精卵相结合 但这并不是意味着一定要性交的 根据科学检测吧 一个成年男子 一天可以产生一亿个精子 他们在排出体外之后 还可以活三天 游动可达数千米 这个时候啊 如果有女子不小心遇上了 那岂有可能形成意外受孕的 据统计的 像这样的无胶而孕的世界 几乎啊 全国每年都会有机器的 确实的 前几年我还听过一个新闻呢 说一个女孩啊 去那个大众的游泳池游泳回来 没多久的就怀孕了 当然了 这种几率特别特别的小啊 比重彩票的要小 不过呀 它还是存在的 那么由此看来 张新兰肯定也是属于这种 无胶而孕的情况 但是具体又是怎么个情况 这还得需要张新兰本人来回忆 当年的具体情况的 林博士的话 这像是一道黑夜里的闪电 令陈亚东心中一片雪亮 不过呢 说到底 想要证明自己的清白 陈亚东还是要得找到张新兰 让他帮自己这个忙才行的 回到福顺之后 陈亚东流着泪 给张新兰写了一封邮件 把自己这几年的悲惨生活 以及希望长大成人的张新兰 能够把七年前的他从培训中心回到家里住宿的情况 好好地再回忆一遍 因为他当年的意外怀孕 只可能是那天晚上发生的 张新兰呢 他也是认真地阅读了陈亚东发来的邮件 他自理行间都是极其的真诚 看完之后 他不仅放声大哭 其实他隐隐约约的觉得姐夫是无辜的 只是当年他年纪小 根本就不懂男女之事 再加上怀孕对他的打击又十分的巨大 而亲子鉴定也证明自己怀的孩子居然真的是姐夫的 他又对这个姐夫很痛恨 直到他慢慢长大了 对男女之事有了了解了 想起当年怀孕的事 他也觉得很蹊跷 明明姐夫对他什么都没有做呀 可是为什么自己就怀了他的孩子呢 而这个疑问 他一直是绕在心里头很多年了 此时此刻看到了姐夫的来信 张新兰决定好好地回忆一下 当年那个夜晚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 这不仅是给姐夫一个清白 也是还给自己一个清白 同时也要解决当年的疑问 2010年8月23日那个晚上 陈亚东是迫不及待的等着最后一趟车回到家里 这是他结婚以来第一次这么长时间的离开七泽 这生理上十分难耐 即便只有半个晚上的时间吧 他也要回来和妻子团聚温存片刻 于是呢 陈亚东吃完夜宵时候 已经是将近夜里十一点了 张新兰虽然是个小孩子 但是也很失趣 他在姐夫回家之后的 就搬进了隔壁的小房间去睡了 然而隔壁姐姐和姐夫的动静有点大 影响的他几乎没有怎么睡好 第二天清晨 陈亚东离开之后的 张新兰就回到主卧 又钻进了表姐的被窝里 他很惊讶 表姐竟然裸睡 他觉得很有意思 就取笑他 于是两个人就闹作了一团 在闹的时候 肯定是有身体接触的 也就这样的 过了一个月之后 张新兰就莫名其妙的生病了 接下来的事情 就是闹得人尽皆知的 姐夫强奸了小姨子的事了 回想起那天的事件 张新兰突然明白过来了 他为什么会怀孕了 他也很清楚了 姐夫真的就是被冤枉的 可是 先用证明姐夫的冤情 他自己的伤疤 还得被扒开 不过 思前想后 他决定了 还是要帮助姐夫讨还清白 哪怕自己再次受到 世人的嫌言碎语 否则的话 他这辈子 他良心都会难安 张新兰很快的回复了陈亚军 两人约了一个时间 一起去了福顺 当年给张新兰检查身体的那家医院 并且找到了当时的医生 王医生 还从王医生那里找到了张新兰当年的病例 经过翻阅 在病例的原始诊断单上 他们看到了新证据 这诊单上方写了一个 疑字 这个疑字是什么疑字呀 王医生说了 啊 是这样的 当年我给小兰姑娘检查身体的时候吧 我就发现 她的阴道并没有性交行为而产生的习惯性的撞伤 也就是说的 那个时候小兰的处女膜是完好无损的 于是呢 我就在这一页的诊断单上写了一个疑字 啊 那 也就是说 很有可能 我的体验是通过我妻子的接触 穿到了小兰身上 从而导致她意外怀了约 陈亚冬问 王医生点了点头 嗯 对 应该就是这样了 这听起来似乎有些匪夷所思啊 但是呢 这就是事实 2017年的年底 陈亚冬带着收集的所有证据 在张新兰的支持之下 向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再次的提起了申诉 当地中级人民法院重审 陈亚冬终于迎来了自己的曙光 法院于2018年5月依法撤销了对他强奸指控的最终判决 而有关部门呢 也是相继的做出了补偿工作 对陈亚冬本人也恢复了原职 这些案子听上去确实的是不可思议 但是 它却是真真实实的就发生了 这些案子听上来说是不可思议的 这些案子听上来说是不可思议的 这些案子听上来说是不可思议的